谈一个这样的需求 当然呢 在谈需求以前呢 我肯定是要涉及到画个图的 所以我把之前我这里建的一个 哎 pictures 对 我是不是有个excel 对 在这 我可能得借助一下excel啊 因为这个表格嘛 是吧 跟我们的数组的这个概念 就好 好实现 是吧 显示呢 这比较容易 好 呃 直接加一个新的类 这个呢 我叫它 列表 啊 列表 呃 还是放到这个expand下了啊 因为他们是一个关联的知识 好 保存一份 来 我现在有一个综合的案例 结合我们之前学过的过往的一些知识啊 我们学过了变量数据类型预算符 对吧 我们又学过了这个选拨结架 我们又学过了循环又学了函数 那好 下面呢 我有这样的几个要求 首先我要定义一个叫做insert的函数 这个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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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什么呢 像 数组中 插入一个新元素 好 数组是谁呢 我定一个数组 inter nums 等于new inter 好 我别这样复制了 长度为4 接着呢 nums 中括号0 等于11 22 33 或者再来一个吧 长度为5吧 44 下标3 好 长度为5的数组 我负了几次值呢 4次 那他如果一旦程序执行 代码到达了这一行的时候 就意味着我在内存当中 一定是存在了一个 这样的数组 这个数组呢 叫nums 对吧 他有 这样的几个下标 放大点啊 好 再然后呢 下标当中默认 应该都是0 对吧 而伴随着我的一次复制 前四个元素有值了 1122 3344 最后一个没复 还是0 对吧 好 我希望的是 当我调用这个叫做insert的函数的时候 他可以怎样呢 他可以帮助我完成一个值的插入 好 也就是说 我这里有一个 行摊 叫value 好 将来我在这录入88 或者录入55 这段函数 或者这个函数 这个功能就能帮我实现 把55 放到这个数组的下标4的位置 听到了吗 哎 你这一掉函数55就跑这来了 是吧 哎 就想实现这个效果 不难吧 难吗 不难 很简单 换句话说就是 你做一个数组的变力 对吧 你变力它是为什么 查找 值为0的那个元素 对吧 再然后呢 这个基础要求啊 我写个循环 int i 从0开始 i 应该小于那个数组 点lens 对不对啊 好 noms 点lens i 加加 好 在内部循环的过程当中 做判断 如果我发现 noms 中括号 i 等于等于0 我是不是就为 noms 中括号 i 附上一个新的 value值 是吧 哎 这个 感觉上就是这个思路吗 那好 你真正编译一次 看一看 java c task list java 它报了一个错 什么错呢 叫找不到符号 那找不到符号 指的是谁找不到 是不是在 奉行环过程当中 找不到noms 是谁啊 那我们都知道了 这个东西叫局部变量 在它的声明 这行开始 到它的包含的代码块 结束 才是有效的 我在下一个函数当中 陈显然是保证不到 对吧 那好 我们通过一种 相对简单粗暴的办法 实现 跨函数的访问 很简单 扩大它的访问范围 我写到这儿 这写到哪去了 写到类中了 那写到类里边 是不是这个类的 所有的函数 都能认识它呀 那有个前提 这个东西 现在不解释 你就给我加上就行了 可以吧 你要想访问它 你前面得加上static 那至于同学们一定会想static 是什么 对吧 我们后面是不是有专门的一招 讲解这个东西 一定是有的 当然你们不知道 是吧 我告诉你们 一定是有的 所以现在不讨论 可以吧 你只要知道 我要想通过 这个不同的函数 在一个类中 对一个 速度 做访问 是吧 换句话说 就有一个共享的效果 那我就得生命在类里边 其次 追加上一个static的前缀 那我们再编译 你看它就认识了 明白吧 那换句话说 就是在这里边 主函数 可以访问nums 做复值 那么对于我的insert函数 就可以访问nums 做长度 以及取值的操作 可以吧 哎 好了 那我们完成了 这个insert的插入之后 就我们运行一下 当然我现在运行 是不是没什么效果呀 对吧 我一运行了运行 它就程序一执行就完了 这个值肯定也是插进去 对吧 那我是不是可以在 插入值之后 做一个所谓的便利呀 对吧 我为了能更通用 或者将来我可能会 还会在网上继续插值 继续插值之后 我还继续要便利看 我一劳永逸的 提供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叫做print 行吗 它有什么作用 就是便利 noms数组的 听懂了吧 因为你是不是 整个这个类当中的 所有孩数都能访问他呀 那我就写一份循环吧 in他i等于零 i小于noms点 lensi这家 好 接着呢 简单了 trin他 打印什么呢 打印noms中括号i 加上一个 杠 t 在 完毕之后 换一行 可以吧 好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在insert的之后 去调用 insert 没问题吧 甚至你还可以在这 掉一次吧 这掉一次 是不是我先看看这四个值 打印一遍 我再看看插入之后的效果 再打印一遍呢 哎 好了 跟上思路啊 这很重要 这很重要的 值是不是就放进去 哎 可以的 没问题 那么下面呢 我们延展一个问题 如果 我想插入的值 可能是零呢 或者这么说 你现在是不是 112233440呢 那如果我插入的是 1122330呢 也就是说 在我看来 这个零 是我真正想存的 又或者各位可以认为 这个那么似是一个成绩数组 存了多个学生的成绩 这个同学就得零分 我就存了个零进去 没错吧 那么 我们认为 这个值就叫 有效值 而这个值才是 无效值 那么你在做便利查找 找空位的时候 你其实是想找到 无效值插入55 是这个的吧 不过你这个程序 如果变成这样 我们现在运行 看一看 就这个零是有效值 好 你便利 运行 你看原来是 1123300 现在变成了 11233555 是不是有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把有效值给覆盖了 第二个问题是 你光是覆盖了它 你还覆盖了多次 换句话说 就是假设这个是个无效值 你找到了位置 那你也就覆一次值就行 你干嘛还要继续循环 继续覆值呢 听懂我的意思了吗 那这个导致覆多次值的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你在这查找到一个目标位置 没有在覆盖之后 break掉你的循环 对吗 换句话说 我这长度要是100 那完了 你的后患全是5 是不是这意思 所以我们说 这应该加break没错 但是加了break 还是解决不掉 刚刚我说的问题 0是个有效值 你不能给它覆盖着 对吧 那好 那我问问各位 假设是现在的这个场景 0肯定是有效值的 我怎么来证明 这个0是有效 那个0是无效的 怎么办 下流 哎 怎么来确定下流 你怎么知道 它现在里边存了几个元素 有效下流到几个 你现在有控制吗 明白我什么意思吧 你没有控制 所以你这个没有控制 你这个程序写完了 哪怕编译不出错 不出错 是吧 运行会有错误 而这个就是我们说 典型的逻辑的错误 对不对 好 那同学们有什么方案吗 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我怎么才识别 这两个0网站一放 谁是有效 谁是无效呢 说的太好了 没反应 最愁死我了 好 那我说 这怎么办呀 你们都不说呀 这会儿特别懂得人生的道理 叫沉默是金 是吧 好了 刚才有同学做那个思路是对的 下标 你完全可以通过一个下标来记录你的有效 或者说别通过下标了 技术器的概念明白吗 我有几个有效值 我这技术器就等于几 对不对 好 你看着我这个思路 我这还需要有个技术器 而这个技术器呢 显然不能定义在函数内部 因为它是伴随着 数组的有效元素的增多或减少而改变 对吧 你放到函数里 那函数里的话 是不是你掉一次就变了 对吧 不准去 好 所以我把它也声明在这 印它 我就叫它index 好 同样 想要完成跨函数的访问 声明在类中 前面加上steady 对吧 当然这只是暂时的 讲完了steady 之后你就知道该分分别类怎么用了 好 那我这个index等于几呢 不几 注意 它首先代表的是有效元素的个数 听懂了吧 那你上来初始就给了几个值 你给了四个值 那你此时的有效元素应该是四个呀 多吗 换句话说 这四个当中包不包含那个零 包含了 好的 那你看着我这写成四 那 伴随着 我再插入一个新值 我是不是就应该在四个有效元素之后插入 对吧 那你第一个访问的那个无效的那个元素的下标是几呢 是几呀 如果你有四个元素 你下标要访问的第五个元素 它的下标是四 对吧 那从而你是不是发现了 这个四既代表了有效元素的个数 同时也可以代表什么 代表下一个无效元素的插入位置 也就是那个下标 你的目标的下标 听懂这意思了吗 那你这个程序就好写了 怎么叫好写了 你还用什么便利吗 你还用查找空位吗 你并不需要了 你只要做一件事情 做什么呢 把你这个value 复制给Noms中括号 Index等于value 你想想对不对 对呀 他是不是就没有把之前那个有效的零给覆盖掉 而下一步干嘛 既然多了一个元素了 正确插入了一个元素 有效个数得从四变成五 所以呢 Index要加加 明白这个意思吗 当然有同学说 老师我一看这index 我总的认为它是下标 你换个名字 我叫它size 尺寸 或者是个数 可以吧 它首先是代表了什么 有效元素个数 其次还能同时代表下一个有效下标吗 对吧 那我如果这要是size的话 我这是不是也改成size 这是不是也改成size 听懂了吗 好 那这样的话 各位思考一下 原来的有效个数是 1123304个 对吧 超了一个55在目标位置 就应该变成11233055 是不是啊 编译运行 这回对不对啊 对 甚至说你在第一次打印的时候 你都不应该打五个 为什么呢 你有四个有效元素 对不对啊 那你就打四个就得了吗 你把那默认值打出来 往我这一拍 我都很难区别 这它是有效的 它是无效的 怎么怎么去的呢 听懂这个了吧 那你怎么控制呢 判断什么呀 这不在这儿呢 有效元素的个数是几啊 那你就循环打印四次不就好了吗 对不对 无效的我就不看了嘛 听懂了吗 你看这一个东西能解决很多问题 那你在这儿 就不是打印它整个数组的长度 而是打印有效元素的个数 你有几个打几个 对不对 那我们第一次变力的时候 四个有效元素 我都打了 第二个的时候 五个 我说也都打了 看到 好 这样的话 我们完成了一个基础版本 基础版本 而实际上将来我们的应用呢 可能更灵活 什么叫更灵活呢 两个材质 value是不变的 表示你要插入的新值 对吧 portation是什么意思 会 也就是说 此刻我再等插入一个新值的时候 我是可以选择它的插入位置 什么叫选择查入位置 我想往哪儿放 我就往哪儿放 比如说 我想往下标零放 行不行 应该是可以的 理论上也是可实现的吧 那 如果你是这么来做的 比如说我在这儿 是不是给传俩猜说 零 逗号 五十五 那我这五十五啊 可就不是往这最后放了 就不是这样 对吧 是什么样呢 它应该是 五五 一一 二二 三三 零 这个时候是不是 你原来四个有效值 现在插入一个 五个有效值 这五个都有效 对吧 但是五十五在这儿 十一就跑这儿来 二十二跑这儿 三十三跑这儿 零就跑这儿了 听懂这意思了吗 好了 这不就麻烦了 你可不能上来做什么 说我干脆 有个五十五要插入是吧 我把五十五 咕咚 往这儿一拍 覆盖了 覆盖这叫 不叫插入了 听懂吗 插入 添加 这是从整 整个的这个数量上 是不是要有很多呀 你这个覆盖 我们可以 称之为什么呢 替换 replace 听懂了 你只是把当中的一个值 给它换掉了吗 对吧 个数上有变化吗 没有 没变化 所以这不叫插入 听懂了吗 哎好 那我想做的就是插入 根据这个插入 又怎么办呢 你最终的展示效果一定是这样的 对不对 那换句话说 你是不是就得保证这个里边的原数据的 这个原数据不会减少 不会丢失 对吧 而所谓怎么来保证原数据不丢失 其实就是一次往后 串一队 对 让出那个目标位置给心直 让它进来吗 对吧 那你现在就涉及到了元素的移动 对不对 好 先移动谁呀 你上来要移动十一就麻烦了 对吧 你先移动谁呀 零 也就是先移动最后一个有效元素 没错吧 好 我先要把它移过去 做一个覆盖 当然这可能是零 那可能还是四十四呢 反正 你得先移动 对不对 好 接着 他再移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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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位置的十一 无所谓了 直接可以被心直覆盖 对吧 好 代码走的鞋 你这就看你的这几天的理解和思路啊 首先我问问各位 移动一个元素 或者说移动这个元素上的值 其实就是一个负值操作对吗 我要做的第一件事 其实就是把下标三的值给下标四对吗 对吧 这个在哪有写很好的办法 那次移过号四等于那次移过号三 这不就是一个负值一个移动吗 是吧 但是这个操作做一次就够吗 不是 为什么呀 你除了把下标三给下标四 还得把下标二给下标三 还得把下标一给下标二 还得把下标零给下标一啊 你是不是得做多次啊 但显然这个 把后一位的值 把前一位的值给后一位 这个事情是一个循环的操作对吗 对 你看你是屡屡思路不就有了吗 好 既然是个循环的操作 那显然 我要想做这件事情的话 一定是最后一步了 这件事情在干什么 这件事情 得改了这个代码 得改成这样 把你的新元素放到目标位置上去 对吧 换句话说 就把55往这放了 而这件事情一定是最后一步 一定是在你各个元素都移完了之后啊 对吧 所以在它之前 我们得先有 这叫 新值存入目标位置 在它之前一定是将 原数据 原数据 依次向后移动 或者叫向右移动 是吧 是吧 好 那既然这个移动 不就是一次所谓的 不就是一次所谓的 那么次中括号 好 好 你先分析这个艾长 我第一次要访问的一定是 最后一个 是这样的吧 可以说是最后一个 那如果要是 这种情况呢 后面还要呢 你还从这最后一个 四五六七 你从下标七开始吗 没这个必要 是最后一个有效元素开始 对吗 那谁是控制有效元素的 size 对吧 size 好了 那你在这就应该 i等于size吗 等于size吗 size是几 当你原来有四个元素的时候 size是四啊 对吧 那你上来就访问下标四 这个事对还是不对 对不对 对怎么说都对 你可以用size 你可以用size-1 对吧 如果你这用size 那你就让它代表那个 下一个第一次要移动的 那个最大下标吧 对吧 你要用size-1的话 那你一会儿代表最大下标 就得用加1吗 是不是一个道理啊 都一样 那我这就直接写size了 好吧 好 接着呢 你在这儿 size现在等于四对吧 给了i i是几 i是四 i是不是他呀 我现在是不是就得为他做复制 对不对 那换句话说 应该是nums i 对吧 而nums i的值源自于 i-1 听懂了吗 这是不是就正好 在i等于四的情况之下 代表了你第一次要移动的 那个目标位置 对吧 是他 好 我用i-1呢 也就是四点一三 把四点一三下标三的这个值给到 下标四上 这个公式不就成立了吗 而成立了之后 我未来这个条件先一边放的 我一定要执行的是 减减 因为这次我访问的是 下标三给下标四 下回我希望的是下标二给下标三 再下回下标一给下标二 所以这个i要逐击递减 对吧 那既然是递减的 你的条件也应该是一个基于大于来的 大于几呢 大于零啊 你要注意了 这一定要注意 你写大于零是吧 如果我的目标位置上来就是四 我还要把它移动吗 啊 procession上来我的目标就是什么 下标四 你现在 把下标三给下标四 下标二给下标三 下标一给下标二 这个溜出来 然后55功能往这一放 听到我的什么意思了吧 那个值是固定写死的吗 循环四次是根据什么来决定的 是根据你的目标位置 你想想吧 如果你的目标位置在下标四 你就一次循环不用做 如果你的目标位置在下标三 你就做一次循环 如果你的目标位置在下标二 你就做两次 对不对 所以 你的条件判断是要让它满足于 这个是什么size吗 position吗 是不是跟你的position来决定它的循环次数 你想想嘛 好了 我现在的position是几 如果我的现在的position是零 那我一定是希望它跟position挂钩吗 对吧 好了 那你得看看 你最后一次的移动 是把下标几给下标几 同时它一共循环几次 size是几 四 好 四大于零 做几次 四一次 三一次 二一次 一一次 满足我此刻这个案例的四次循环 对不对 没错吧 好了 那最后一次访问就是 一还要进来 对不对 零的时候就不满足条件了 就不进了 对不对 一还要进来的时候 i等于一 那我是不是把下标i减一 也就是零 负给下标一 最后一步操作 即是把下标零给下标一吗 这是不是我们最后一次操作 那么假设说 我还得见证对吧 这个代码写的 是不是具有普世性 如果我将来的目标是 啊 就意味着 这是我将来要插入的地方 对吧 那我此时要循环几次 一次 两次 对不对 那你看看 你的size还是四 对吧 四大于几 二 那四一次 三一次 是不是也是对的 对吧 四一次 三一次 那么三的时候还要进来 不就正好把三减一 下标二 负给下标三 是不是把它负过去 最后一次 就空出了下标二的位置 你这不就插进来了吗 明白吗 所以它的关联在position 不在size 可以吧 大家的用途都不一样啊 好 这我要动脑 行了 那如果到了这儿 实质上 我就已经完成了 将原有的元素 向右移动了 对吧 而空出的那个目标位置 现在是原值 无所谓 到了下一行代码的时候 我是不是直接就把它覆盖成新值 对不对 对 太好了 那我们来试试吧 可以试了吧 这回 好 你看着 我现在原生四个值 我要往下标凌存上55 接着我做一次访问 对了吗 对不对 好 不急 我换一换 我如果往下标二上存 1122 然后是553300 0 对吧 11255330 对不对 诶 扯了吗 这段程序 才算是跑通了 对吧 好 那 各位 再思考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假设 我原来的数据啊 只有这些 我的有效元素就是 默认是两个 对吧 我第一次就往 下标二上放 你说行不行呢 现在是什么逻辑啊 这是11 这是22 这是默认都是零 对吧 我现在是55 55我想往下标二上放 行不行 我们认为可以也没有问题 对不对 那我如果往下标四上放行不行 往这儿放 行不行 好 你可以试试你这段程序 不如意吧 来我的size是二 知道吗 当我插入一个新值之后呢 它size应该是三个嘛 而我未来在便利的时候 我是不是也就便利三次 拿前三个呀 而前三个当中的最后一个 是一个有效值吗 并不是 并不是 那这个时候就有问题了 你插入了55枚保留 而保留了一个默认值 进来 你这个程序就是罢了 对吧 对 好 那客观告诉各位 你说 哎呀 老师 我觉得这样也挺合理的呀 我就不能在这里插入一个值吗 告诉各位 作为一个线性表的理论的角度来讲 这种就是错了 所谓的线性表 首先是空间连续 对吧 其次是有效 各数也是连续的 就换句话说 人家为什么设计成线性表 将来是为了访问容易 什么叫访问容易 我们将来 在内存结构当中会讨论到 指针 好 这个指针默认在这 当你去访问 所谓的基于下标访问元素的时候 人家就在移动他的指针 你访问几样 好 默认人家的下标在这 手地址 拿到他 好 你说我想访问下标二 人家本身指向这里 当你说下标二的时候 他的指针会向右移动两格 一 二 就直接定位到你的目标 听懂了吗 为什么速度下标从零开始不从一开始 就是因为当你访问的那个下标 给到程序的时候 程序要做的事情 就是在一个现象表 现象表当中 移动他的下标 而不是 移动他的这个指针 你的下标指针会就移动几次 所以直接定位到那个目标位置 听懂了吗 如果你这是一个长度一万的速度 那人家也想都不用想 往后一直移动 移动一万的 一定是你要的那个东西 听懂了吗 但是将来我们要学散列可就不一样了 什么叫散列 你这 存的乱七八糟 不是在一个连续空间 人家还能不能基于一个指针 说往右移动一个 这就是一个 往右移动两个 这就是两个 往右移动三个 不可能 那你就找不着了 听懂了吗 所以现象表 它最大的特点就在于 它空间连续 访问速度快 对吧 你要把 它的这个空间连续当中 元素也连续的这个给破坏了 那你这个数据就是错的 你这个数据结构 本身就存在问题了 明白我的意思吗 嗯 好了 那你在应用层面就不能破坏人家的这个规则 所以呢 你的有效元素一定要保证连续 对吧 不保证连续就是现在的结果 它就是错了 那我怎么保证连续 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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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说的太对了 怎么连续 判断什么 判断你的插入位置 换句话说 如果我原生有两个元素 那么你的可插入位置是几个 三个 如果原来是两个 你再插一个不就是三个吗 那这三个是不是就是前三个的意思 前三个你随便挑吗 你往下标零放 好 另外两个我就往后移 你往下标一放 我就动一个 你往下标二上 什么都不用拨 直接存 对吧 但是不在这个区间范围内的 你能访问吗 你访问不了 听懂这意思了吧 就算我们知道 说我这个是个数组 它长度为五 但是你对外给用户访问的 就是它的有效元素的个数 它有几个 它存了几个 你让它访问几个 听懂这意思了吧 好了 那我是不是就得做判断 我是不是就得对它的position进行控制 听懂了吗 好 在哪控制 在什么情况下 你要移动元素 你要插入心值 你要让size加加 这些条件都基于一个前提 就是你的position是正确的 你要是给我的位置是错的 这些事我一样都不用干 对不对 对 所以我是不是就得在这儿先做判断 判断你的position 对不对 position怎样呢 如果你的size 此刻是2 那么你的position 最多是小于等于size 你看吗 2 你的position可以是0 可以是1 当然也可以是2 那下标0 下标1 下标2 你是不是挑一个随便存在这个范围内 OK 我认为是合法的 对吧 好了 那么不在这个范围内呢 就非法 对吧 好 如果我这个判断是不是表示合法的意思 那再严谨点应该写成什么呢 position 大于等于0 and position 小于等于size 这个范围内叫合法 对吧 那么 合法 我是不是就把里边这些代码都套到这里来 我觉得太麻烦了 干脆 我做一个反向的判断 如果你的position比0小 就是复数 没有这个下标 非法 对吧 如果你的size呢 不是你的position大于size呢 我认为也是非法 对不对 如果非法 我就结束当前函数 什么都不干 这个应用点也有了吧 什么都不干 下午的人还用看吗 不用看 还不直接反悔 当然你加一句友好的提醒嘛 在这前面是吧 哎 你看这 友好一些 是吧 委婉一些 您好 用户 您输入的位置 有物 请 从 请在 是吧 或者说 请输入一个 从0到 多少呢 到size 之间的整数 看懂了吗 哎 这就比较友好了吗 那 下面 我就来试试这段程序 我给个下标 一 好 往这个 11和22之间 插个值 对吧 这就插进去了吧 这是对的 好 我给个下标3 给个下标4吧 哎 这还有错呢 按的 我哪儿写死 按的啊 按的不行 我改成取反的了 是吧 或者吗 他俩哪有可能 并存呢 比0小 还比3大 是吧 比2大 不可能啊 改成或者 好 再来 给个错误的位置 哎 你看 人家告诉我了 有 选一个0到2之间 对吧 那当然了 我这次的插入 你看这55 或者我插一个33进去啊 插个33 放到哪呢 比如说放到下标0 好 那插入之后 做打印 这回是正确的 对吧 再然后 我再插入 或者这个就不要了 对吧 我再插入 比如说这回 插到下标4 插一个88 那前面的这个是正确的 这个是不是错的 你看他的这个提醒 是不是要跟着变啊 刚才让我0到2之间 对吧 这一次是不是就告诉我 0到3之间 因为之前的那个 前面插入是成功的 看到了吗 拍好了 这样的话 你这个插入的功能 才算做地道了 明白吗 好 再地道点 是这么做了 所有的插入 都应该通过你这个函数来完成 什么意思 还有什么出使啊 没有了 为什么 你这要是直接对他做访问 那你这下边写这个东西 又加判断 这没有价值了吗 对吧 你将来能把这个数组中存的内容 必须要先经过 insert 对不对 这算是你的数据 存入的一个入口吗 对吧 你不是在这加了一些规则吗 对吧 有效的 无效的数据 要从你这入口流入 存到数组里 没有你这入口 数组直接访问了 那你这写不写有什么价格 对不对 所以再地道点 这儿就不能写了 而改成什么呢 你可以改成这样 insert 0 11 1 22 是不是所有都应该通过你这个进入 对吧 甚至将来我还要把它改成外部不可见的 你现在是不是可以直接访问我 也可以访问insert的呀 将来你不能直接访问我 你必须访问insert 听懂了吧 我会把这条路给它堵死 那你将来所有流入我数组中存储的数据都是合法数据 不明白我的意思吗 这不是更严禁吗 对不对 好了 我改成这样之后 你再来看 编译形 你看前面的值 112 当然这个size是不是就跟着骗了 我这儿如果没有初始的话 size应该从几开始 0 刚开始的时候一个有效元素都没有 对吧 你插入这第一个的时候size加加 再插入这个size加加 好了 不然的话刚才就越界了 这回就对了 这回就对了 你插入到这一次的时候 你这个值给的不合理 好了 人家什么都没看 看到了吗 这段很有我记得 好清楚 行了 那这一段搞定了之后 各位 我现在程序插入几个值 三顿 是吧 好 不急 这儿 我改一改 改成下标2 这儿呢我就不打印了 下标3 44 下标4 55 做个打印 我现在是不是上来就存了五个值到数组中吧 存满了吧 好 insert 下标5 66 什么结果 什么结果 看到什么结果了吗 越界了 越界的连接的见了 你没有下标6 是这个吧 好 那我问问各位 或者说我这儿不写下标5 不是没有下标5 是吧 我不这么写了 我写上什么呢 比如说我就往 这66啊 我就往下标里面上放 我希望得到的 那一定是66112334455 对不对 好 变异运行 还是越界了 看到了吗 你怎么都绕不开了 越界的原因是什么 看看啊 在哪越的界 32行 32行是谁 看到了吗 是这一行导致的越界 对吧 为什么这行越界了 为什么这行访问到了下标5 第六个呢 什么原因 对啊 你不是想让他往后访问一个 而那个不存在吗 对不对 好 但是我站在用户的角度 我这个操作错了吗 没错啊 我放完了五个 我再放一个怎么了 我按照要求放的 我的position都是正确的 对不对 现在问题出在哪 很明显吧 你速度长度不够了 你应该再往西西往里边上49小时 但是你的长度不够了 对不对 那我们可以做什么 刚学完吗 扩容 好 所以我扩容 那我扩容 我就测 函数就好了吧 这个函数就叫expand 数组的扩容 方式我们是不是n种吗 三种方式 你用哪个都行 是吧 哎 好了 那 我们用 传统 或者用那个 这个 什么 copy copy array 或者是arrays copy of 都行 对吧 你们想用哪种 你们挑 导包的那个 copy of 是吧 好 那你要是用它的话 你可自己得注意一点点 注意什么呢 它是最方便的 对吧 但是你一定要记得 它是以返回值的形式 给你新速度 对不对 好 那我现在就用 java utel下面的 arrays下面的 copy of 对吧 原数组 我们叫做noms 新长度 叫noms 点lens 乘二 对吧 接着 它一定是返回了 给你一个 定我锐 是这样吗 好 但是你注意 有了这个 与你来讲 也没有丝毫的价值 为什么我说 没有丝毫的价值 哎 我那不叫noms吗 我是叫noms 不兼容的类型 哦 我这少加了一个中控号 是吧 好 不急啊 来看 编译没错 是吧 哎 那么我运行 你看 是不是还是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存在的原因 不变 还是刚刚的那个 但是你这个扩容 现在是不是函数写好了 第一你没掉 对吧 好 我应该在什么时候掉 应该在每一次插入之前 我都先看一看 有没有空地 有没有空地 有空地我就插入 没有空地我就破容 对不对 所以我一定是在这之前 先做一个所谓的判断 对吧 当然这个判断 我完全可以放到这儿 为什么放到这儿 如果上来我发现 你给我的位置本身就是错的 他就不会经过这个 到达我这儿 我就省了判断了 对吧 好 那么到了这儿之后 就表示这个有效了 对吧 人家真的要存了 但是你得看看 你有没有位置 怎么来确定 它的长度 位置够 还是不够 肯定是noms的lens 它代表长度 对吧 和谁比啊 和size size size 是不是你有效的个数 如果我发现了 我的数度长度是5 我的有效元素也是5 就该扩容了 对吗 你有效五个元素 那不就表示你存满了吗 是吧 等于等于size 那我就去掉那个叫做expand 我是不是在insert当中掉expand 即便掉用 没错吧 好 但是还是那个问题 我说了 你掉了也没有用 对 说的太对了 你现在这个操作 只是让你在expand的这个函数当中 声明了 或者得到了一个局部变量速度 对吧 它跟你一直以来在insert 在print当中所操作的这个叫做nums的数组没有丝毫的关系 对不对呀 你那是创建1万个数组 跟我这有什么关系 我变过吗 我没变过 听懂了吗 那单单拿到新数组不足以解决问题 新数组数据也有了 但是没有用 这只是获得了什么 新数组 带有原值 对吧 但是呢 它并不是你真正操作的那个数组nums 或者说你的数组nums操作的一直还是一个长度为五的数组 明白了吗 好 这个时候一个新的知识内容就体现出来了 地址的概念 以及地址的替换的问题 好 我们随着这个PP来啊 数组 它一定不是八种基本类型 对吧 那它就是什么 引用 好 数组作为引用类型之一 其变量中存储的是什么 数组的地址 好 我之前提过地址 对吧 但没没讲吗 咱们就没深讲吗 今天可以深讲了 好 数组当中存的是个地址 或者同学们也可以思考一下 我们要来学变量 对吧 一个变量A在你的内存当中好 A代表一块空间 数组呢 原本就是它应该代表一串连续的空间 对不对啊 哎 那它是在一块空间里分成多个格吗 我告诉你 绝不是 一个局部变量 它只能存一个值 听懂我的意思了吗 不管这个变量什么类型 它是印的类型 它是不是存个值啊 存个整数 对吧 它是个double类型 它里边这个是不是就存一个值 存小数啊 它如果是一个叉类型 它里边存一个值 存个字符 对吧 如果它是个书组类型 它里边存的还是一个值 存的是个地址 我就说的是这个变量 听懂我的意思了吗 这个变量里存的实质上是个地址 好了 那么 为此 我们就要做一般验证了 我就不在这个上面验证了 好吧 我写一个 简单的代码 我这个就要验证什么呢 地址的问题 是吧 好 internance 或者这个叫 叫rray吧 随便 注意 这就是个变量 对不对 变量里边存什么 存储一个值 对吧 当然这个值就分类型了 基本类型的值 或者是引用类型的值 而引用类型的值 代表的实质上就是地址的意思 听懂了吧 基本类型的值 就是值 或者叫什么呢 四面值 引用类型的值 就是什么 地址 好 array等于newint中括号5 我是不是表示 为这个array 负了一个值 对不对 那 你就要明确了 这个array里存的到底是什么 看到它存什么了吗 中括号 注意啊 只有一个中括号 对不对啊 这第一个是中括号 看出来了吧 代表的是个数组 后边跟的是i 代表的是整数数组 或者是int数组 听懂了吧 然后at看到了吧 x是个分锅符 分锅符 后边跟着的是一个16进制的 地址 或者叫哈希码 所以来再讲 是吧 你现在就叫它地址 没毛病 可以吧 这个东西才是这个数组类型的 变量中存的一个值 听懂了吗 它不是把那个 112334455存到这一个空间里去 这个东西在你的内存中 还是一块空间 明白吧 它是存了什么 一个地址 而这个地址是什么 这个地址 在你的内存当中 才是一串连续的空间 不过呢 你看这儿 存地址 是吧 好 我这儿有个数组 看到了吧 这个才是数组 或者那句 new int 中国号5 得到的结果 它是一串连续的空间 听懂了吧 它有个名字 这个名字是自动生成的 就刚才我们看那个 中国号i it 什么什么什么 我这儿就用一个16进制表示了 就0x 0000 A001 就代表这块空间的名字了 可以吧 但是这个死值跟变量无关 听懂了吗 不明白 它就是个值 那我问你 我上来写个10 往这一放 它是哪个变量的值 你知道吗 你不知道 好 那我现在问你 new int 4 这是不是也是个值 它是哪个变量的值 你也不知道 但是你注意 这行代码在执行了之后 它可真的就已经在内存当中分好空间 起好名字了 明白我的意思吗 如果你要写的是10 它也得在内存当中给你存一下嘛 对不对呀 只有当你有了变量 人家才把这个值帮你存到这里 这叫10 这个叫A 明白这个意思吗 那我如果这 new string 不是什么new string new int 它已经在内存中 我分好了空间里边存上了默认的 0000 听到了吧 当然我这种 声明方式 是不表示显示出什么话呀 但是这都在等号的右边看到了吗 它都是等号右边干的事 而等号右边到底做了什么 帮你分出了五块连续空间 里边存上默认值0 听到了吧 而这个时候 我们有没有办法找到它呢 我告诉你没有办法 此时还没有办法 只有把这块整体空间的一个名字 给到一个变量的时候 你将来才能通过变量找到它 明白我的意思吗 换句话说就是 这是个地址 我得把地址给到 array这个变量 我是不是记者才能通过它 找到空间 访问这个五个元素 理解了吗 好 所以呢 这很关键 这才是你那个变量 你那个变量当中存了这个连续空间的地址之后 你才可以通过变量中存的地址 导航到这边来 也就是我通过地址找到它 不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举个例子 好 有钥匙吗 这是个钥匙 比如说 你像你女朋友 或者男朋友 男人用上 往往是像女朋友求婚的时候 送你 哎 你注意 傻子才送一把钥匙 其实它背后的含义是什么 我送你一套房子 对不对 这个是那把房子的钥匙 对吗 你想进那房子 你是不是就得通过这把钥匙 我甚至把地址都在这里写好 家庭住址 地址 然后门迪卡 钥匙都要 对吧 好 我给你的到底是什么 到底是一把 所谓的钥匙 还是这个钥匙所代表的那一栋房子 一定是房子 对吧 给你钥匙你能住吗 你住不了 你马上就得通过这上面所罗列的地址 找到那种房子 对吧 我说房子里有惊喜 你想看到那个惊喜 不到你房子里有几个惊喜 有五个惊喜 看着 这就是我那栋房子 这房子里有五个惊喜 听懂了吧 我真正的这个惊喜存到哪去了 房子里 存到房子里 那么 我手里拿着的是那把房子的钥匙 那个地址 听懂了吗 这方面罗列的就是我那房子的地址 听懂了吗 我把这个给你 给谁 给纳斯 给个纳斯 纳斯是不是就知道房子在哪 他如果想看那五个礼物 他是不是就得到那个房子去 把那礼物拆开 听懂了吗 而那五个礼物存在钥匙里了吗 没有 对呀 那把这个逻辑梳理梳理 便量里存的是什么 地址 家庭住址 能理解吗 便量里存的是家庭住址 便量里存不下什么 礼物 我告诉你第一个礼物 是钥匙 你放便量里 放不下 对吧 我告诉你家里 把这五台钥匙 惊喜吗 五台钥匙 你的便量放不下 听懂了吧 你可以把便量想象成什么呢 信箱 一个小格子 可以吧 它是一个临时的存储空间 我把钥匙 这就是个便量 把钥匙给装这的 或者我写一张字条 这个字条是吧 写个纸放上去 好了 我说 你的礼物在这个便量里 实质上他礼物在这呢 不是 是这个电量 在这里边 有一张纸条 或者是有一把钥匙 或者是指向了一个地址 我得根据他 指向的那个地址 找到那个物理的存在 里边真正带着五家光银 明白我的意思吗 所以 谁才是真正存内容 存元素 存数据的空间呢 是这个东西 听懂了吧 而我 这个电量里存的仅仅是他的一个地址 一个柱址 听懂了吗 但是呢 你要是没有这个柱址 你一定找不着 你有了这个柱址 你才能导航过去 这个导航也很形象 就是你输入地址之后一点 好 百度导航 对吧 跟我走 前门 二百米右转 明白了 你就是通过他 他就是一个指向嘛 所以我们往往把这条线 就称之为 引用 为什么叫引用类型 我引用了谁 我用了谁 我指向谁 我能找到谁 听懂了吗 但凡涉及到 我从这边要关联到另一端的 都叫引用类型 而基本类型的指 直接就存在电量里 明白了吗 基本类型都存到这里了 还用得着引用吗 不需要 引用类型指的就是 我这儿不是存真正的值的地方 我只是能找到那块空间而已 这就叫引用类型 而引用类型里 这个引用类型的变量里 存的都是地址 可以吗 好 那 这个事搞清楚了 我问问各位 现在这段程序 回来啊 那么斯是不是个变量 是不是指向了一个地址 这个地址代表的是一个长度为五的空间 对吧 它就是那个0x0000A001 而这块物理空间的长度为五 永远不可变 对吗 对吧 好 我说的是 这个物理空间不可变 变量可是可变的 变量里存的东西如何不可变 那就不叫变量叫敞量了吗 对吧 好了 那我现在是不是对这块空间不满意 我想换成下边那个扩容之后的空间 所以呢 我又创建了个新空间 把值都复制过来了 这块新空间叫0x0000B002 对不对 这个空间 就是它呀 你调完了它 它是不是就给你个地址啊 而这个地址叫做0x0000B002 把这个地址付给了谁 牛尔瑞 那牛尔瑞就是指向这块空间的变量 对不对 甚至你都不用往它那指 你只要知道我调完了这个函数 它就是给我一个新空间吧 这个空间长度为10 有原来的数据 对吧 而下边我希望的是什么 将来我再操作纳瑞斯时 不让它指向这个001了 而让它指向那长度为10的002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要把 你这个纳瑞斯里存的地址 从原来的换成新的 对不对 完成复制之后 将新术组的地址 复制给原变量进行替换 其实就是一个变量的替换 值的替换 对不对 或者值的覆盖 我就从这儿指向了这个新空间吧 对吧 我指向新空间 将来谁在找我那么似的时候 我可就不是指向那个长度为5的了 我就变成指向长度为10的了 是这意思吧 所以这句替换引用尤为关键 在这儿 纳瑞斯等于 新弟子 看懂了吗 看懂了吧 好 当我调完了这个expand之后呢 程序流程要回到调用处 对吧 好 当你一旦再回来的时候 是回到这儿 对吧 回到了这儿 程序再往下执行到这一行 再往下执行到这一行 再往下执行到这一行的时候 各位 你现在访问的那么似 可就是B002了 对不对 B002的Lens长度是10 那你现在访问一个下标5 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 就没有问题 听懂了吗 好的 不急 还是用的少 是吧 来 你要是看这个觉得别扭 我告诉你 你最好这么写 我们不厌其烦 我声明一个数组 叫做New Array 好吧 等于New Int中括号 我手工创建吗 对吧 这个叫什么 Nums.Lens乘2 对吧 好 这是不是一个地址 是不是附了给他 那下边这个长度为10了 我是不是就得便利 我手写行吧 Int i等于0 i小于Nums.Lens 循环5次 爱加加 每次要让New Array中括号 i的值 被附上 Nums 上面创建新数组 这个是新数组的地址 全是0 获印的 接着 我把原值拿过来 做了附值 前五个 前五个值有了 对吧 Nums Nums 听懂了吗 那此时Nums 是不是也指向了这个长度为10的输入 也是 对吧 而伴随着我这函数 一旦结束 这拧我锐就没了 无所谓不重要的 重要的是nums 已经从原来指向长度为5 变成指向长度为10了 是这意思吧 好了 这不就是搬家了吗 对吧 这不就是搬家了吗 OK 那 程序回来 再做后续的插入的操作 就没问题了 OK 看着 我们再来一次 test list 访问 各位看到了吧 你再插入66 现在是不是就存到这去了 6个了吧 还能不能再存呢 太可以了 能存到10个 存到10个 当你再存11个 它又混了 对不对 存到10个再破 扩上20 你要20个存板 再扩又扩成40 你这段程序就 没问题了 它就乘期就可以跑了嘛 对吧 所以这个 替换引用这一句 尤其关键 这叫替换谁呢 替换那么似变量中的地址 我们也称为 替换引用 替换引是什么 很简单 就是 将原 那么似中 指向的 长度为5的数组 替换成现在 指向 长度为10的 新数组 你就是换了一下 它里边的地址 你如果 想看 也很简单 你在这一访问的时候 访问一下什么 访问一下 NAMS NAMS 是不是就得 展示出这个 原来 长度为5的地址 是多少啊 那它就指向了 这个空间 而当我在这 做了一次插入 打印之后 我再访问一次 NAMS 这是不是 已经做了扩容了 做了扩容 就是做了数组 地址的替换 对不对 你看这一起 一前一后的 这两个 看出来了吗 它原来指向的 那个空间 叫这个名字 这个名字 是长度为5的 那个 对吧 现在换成了谁 这个 它指向了 长度为10的 你将来再做扩容 还得换 对吧 不过你换来换去 不重要 重要的是NAMS 我唯独 就冲NAMS 说话 至于它指向谁 不重要 明白吗 这个东西 很好理解 就比如说 我现在是个公司 这是我公司的 库管员 不用挂住了 是吧 一下就从 副总裁 变成库管员了 好 公司要进幕 进存销 这个事 全交给 库管员来做 我从幕操心 换句话说 租库房 这个事 也由他来处理 听懂了吗 我只要告诉他 进什么货 我要取什么货 完事了 他去帮我落地 好了 那原来 我告诉你 就 放到这个 仓库 大概 八十米 一百十米 好吧 后来你发现 我说我 逛家 我要进两百店 什么园 这个园材料 然后过于 他不行了 就放不下了 放不下怎么办 就换个物理位 对吧 好 那你就换到了 隔壁 那边 二百十米 让放下 行吧 但是比我来讲呢 我就是把货 放到了仓库里 对吧 那仓库 在我看来 就是个变量 对不对 是不是 在我看来 就是个变量 只不过我认识 仓库的变量 原来指向了什么 北克教坠楼 这是哪个 二层二层 对吧 对 好 我原来的仓库 仓库是我的变量 听懂了吗 好 我有一个仓库 我有一个变量 仓库原来指向的地址 是北克教坠楼 二层二层 后来呢 库管员因为放不下 给我供换了 供换成了二层五层 但是在我看来 我这个变量指向的 还是仓库 我肯定有个仓库 对吧 这仓库是这一间 还是那一间 在我看来重要吗 不重要 我只要把我的货存到仓库里 我只要从仓库里 把我的货取出来 OK了 听到吗 那这不就是我的NAMS吗 对不对 不够了 货呀 货完了 但是与我个人来讲 我操作的还是NAMS 操作的还是我的方式 所以你变量是 永远现在已经够了 但是变量指向的物理地址 在发生感变 越来越大 明白吗 好的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等价于 把这一段的知识 就都说完了 一段的知识 这里边贯穿了 数组的声明 数组的便利 数组的这个复制 扩容 乃至于地址的替换 对吧 加入了很多的 这样的一些逻辑 OK 我现在写了几个 insert是一个 expand是一个 对吧 print是一个 这三个 其实他们都面向了 NAMS的操作 对吧 当然有这三个还不足以 各位也有自己的任务 这个是我带着你做的 对吧 好 那么各位要做什么呢 哎 聪明啊 这叫什么呀 删除吗 或者你别叫delete它了 刚才那叫insert的是吧 这个叫remu 移除 移除 可以吧 好 我再白送各位一个 白送就真的白给 这个代码基本上跟不写 没什么区别 叫替换 replace interposition 然后呢 intervalue 替换这个代码 其实就一行代码吧 你就体会一下 这个全面的功能就好了 添加有了 对吧 替换有了 删除也有了 其实你这个相对就全面了 对不对 哎 然后查看是不是也有了 对吧 哎 好 那么注意了 这个就是白给 一行代码搞定了 不需要动什么脑子 但是这个东西 你得给我好好琢磨琢磨 如果刚刚我们的添加 第一要考虑有效元素各数的递增 那移除就要递减 对吧 如果刚刚你是可以通过位置做插入 那位置插入决定了你的元素的移动 向后的移动 对不对 那假设我现在删掉了一个 我是不是还是要保证空间的连续 所以在删掉了一个之后 后边的元素应该向前移动 对吧 然后你的有效元素各数要添减 明白了吗 甚至这里还会有一些所谓的细之末节 你自己去体会 哪块不完美 你就改 你就加 可以吧 这是今天的一个额外的作业 对吧 你后边客户习题当然还有嘛 对吧 但是你做到就今天讲到哪就做到哪就行了 很简单 都是基础的题 对吧 这作为一个额外的作业 当然你要是把这个给我过了 我告诉各位 客观的告诉各位 后边有一个 在历来来讲 大家都有一个体验 就是所有的同学们 你们的师哥师姐们 好几届之前的都是 大家有一个特别相同的体验 就是觉得集合不好学 就是集合那东西这么难的 怎么样怎么样 我告诉你 你要把这个案例给我敲明白了 理解了 后面那集合 你看一眼就会 因为我现在写的就是集合 听懂了吗 我现在写的 为什么我叫它list 因为我写的就是list集合 oralease的实现原理就是这样的 明白吧 这几个经典的方法换个名就搞定了 人家不叫insert的 人家add 加 对吧 remove这方法都没变 人家就叫remove print这个方法 人家不叫print 人家就是什么 就就就 那当然我这里没加get 或许是吧 人家没有直接就便利 只过人家一个一个往外拿 我们自己手工做便利 所以你把这个写明白了 你就知道人家那jdk原生代码怎么写的了 那你在学那个东西 那有什么难度 在你面前就是你已经一眼看到圆满了 对吧 没有任何难度 明白了吗 好了 不要哀声叹气 我听不见 好了